欢迎关注华尔街焦点 这是华尔街电视频道的新分支 在华尔街焦点中我们关注各种热门话题 包括社会新闻娱乐爆料爆红人物等等 如果喜欢还请点赞和关注我们的视频和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这一期的华尔街焦点继续关注 李克强5月25日10万人大会的意义 李克强能拿出的政策可行性和效果 以及当下经济走势是否是荣枯心衰必经的轮回阶段 还有一篇报道称 中情局的博弈模型预测 李克强势力增大进而影响到中美关系 不少人把李克强的10万人大会和中共历史上 著名的7000人大会相提并论 7000人大会在1962年召开 会议对大跃进以来的教训进行总结 纠正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 毛泽东等领导人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 刘少奇 邓小平等此后主持中央的日常事务 而这次10万人大会召开的时机 正处在中国因采取清零政策 导致经济形势严峻 社会上也出现各种声音的关头 另外包括华尔街日报在内的一些西方媒体报道称 中共高层内部似乎也存在不同的声音 向外传达不同的信息 由此一些观察者和网民们将 10万人大会和7000人大会之间做了联想 不过和7000人大会的政治色彩相比 这次10万人大会是一次纯粹的经济会议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并未出席 而李克强的讲话也没有传达出高层 要明确转变政策的信号 而是着重在对之前的政策落实和监督方面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 李克强在这次的10万人大会上指出 要确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 确定的政策举措上半年基本实施完成 为加大实施的力度 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六方面 33条稳经济依览子政策措施 5月底前要出台可操作的实施细则 应出近出 他强调国务院将向12个省派出督察组 对政策落实和配套开展专项督察 在5月23日的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上 决定实施六方面的33项措施 涵盖财政、金融稳定产业链、供应链 促销费和有效投资、保能源安全等领域 并针对民生纾困企业出台多项 增量政策 彭博社引述分析人士认为 5月23日的这个国常会 回应了市场对增量政策的期待 而5月25日稳住经济大盘会 会议的看点则在于政策落地执行 而彩东社引述中投公司研究院院长陈超 分析认为 越大型的会越是传达督促落实的 而不是宣布新政策 在这次会议之前 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政策已经非常充分 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落实 在省市县各地达成共识 因此十万人大会的主要目的是 凝聚共识 确保政令畅通 加快5月23日国常会 六方面33项政策的落实 国胜证券研究员雄元指出 十万人大会是一场 抓落实强监督的会议 直达县一级 只在第一时间 传达稳住经济大盘的 全国动员令 因为形势严峻 也因为近几个月政策出了许多 但没能有效落地 本次会议是旨在降低沟通成本 第一时间向各地区各部门 传达国家部署 很重要落实 强化监督 尽管没有释放政策变化的信号 但和此前的高层及会议相比 李克强本次会议上 对于当前中国经济困难的表述 显得更加直白和坦率 李克强说 三月份尤其是四月份以来 中国的就业工业生产 用电货运等指标明显走低 还说困难在某些方面一定程度上 比2020年疫情严重冲击时还大 李克强还提出 对各地二季度经济主要指标 将由国家统计部门依法依规 实施求是分审公布 国务院对相关工作情况予以通报 各地区各部门要坚持求真务实 以实际效果检验各项工作 李克强的讲话中 着重提到两点 一个就是稳增长 一个就是保就业 他说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着力保市场主体 以保就业保民生 保护中国经济韧性 努力确保二季度经济实现 合理增长和失业率的尽快下降 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在经济增长方面 中国政府原先设定了5.5%左右的目标 但近来的经济表现 让这一目标变得难以实现 接受蓬勃调查的经济学家预测 中国经济今年将增长4.5% 在以防疫为优先的情况下 今年可能有史以来 第一次大幅错过 经济增长目标的可能性大增 高盛经济学家的报告认为 李克强特别强调第二季度的增长 可能是含蓄地承认 3月初设定的增长目标是具有挑战性的 高盛报告认为 在4月份经济活动增长非常疲软 5月份迄今复苏乏力 以及高失业率持续上升之后 中国的决策者更加迫切地支持经济 国胜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雄元等则 在报告中称 李克强努力确保 二季度经济合理增长的措辞偏为保守 叠加当前的经济现状 预示中国二季度GDP增速 可能落入0%至3%之间 全年目标可能转向保四真五 就业方面 中国今年将在就业岗位需求迅速紧缩的情况下 引来人数最庞大的一届高校毕业生 人数达到1076万人 中国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副司长吴爱华 在上个月就表明 本届高校毕业生面临的就业压力 困难程度甚至超过2020年 另外经济困难下 包括互联网大公司在内的很多企业 近期纷纷开始裁员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中国社会上还有2亿人处于灵活就业状态 在4月份 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已经达到6.1% 对此 重庆大学经济学教授姚树杰曾警告 中国一旦出现大规模失业潮 消费 房地产 投资等经济领域都将受到连锁反映 对于中国官方 接下来将采取哪些措施提振经济 各机构和媒体作出判断 基本是围绕着松房地产 宽财政以及松货币 扩基建等几个方向 财经媒体格隆会报道分析认为 会议提及一个关键的信息 就是要用超常规手段刺激经济 报道认为 房地产仍旧是中国当下重要的支柱产业 在整个经济环境之下 房地产放开政策已经成了各城市的翻盘扶梯 而雪球财经发表署名为刘晓博的分析则认为 在信心异常疲弱的情况之下 必须要有大水 才能让搁浅的船重新回到航道上 现在降准降息的空间都不大 但发政府债券的空间还比较大 刘晓博建议再发行一轮抗疫特别国债 并给存量房贷打折 另据彭博社报道 明生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周军之在报告中称 特别国债发行或是今年财政筹措资金的重要方式 另外预计在6月底 中国将迎来降准等总量货币宽松 中心公司的分析师张文朗黄文静等则在报告中说 促有效投资方面 今年基建投资将是政策发力的重要方向 政策性银行或将发挥对重大基建项目的支持作用 在5月25日召开稳住经济大盘会议之后 中国的股市在当地时间的5月26日小幅回升 户指收盘涨幅超过0.5% 而深层只涨0.57% 国胜证券分析认为 经济增长的压力依旧对市场有抑制 随着市场信心不断修复 建议重点关注稳增长方向的基建股 而国海证券则认为 稳住经济大盘会议释放了二季度 稳增长举措加速落地的决心 叠加上海疫情逐步平稳 长三角复工复产加速推进 接下来看好消费领域 尽管中国国务院召开了这个稳住经济大盘会议 官媒也纷纷发表正能量评论向市场喊话 但市场仍有疑虑甚至悲观情绪 其中坚持动态清零防疫政策不动摇和稳增长保就业之间 如何平衡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而李克强在5月25日的讲话中说 不断解决两难多难问题 是对各级政府行政能力的考验 要再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完成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 全面把握防止单打一一道切 既要防止奥米克戎又要经济发展 这的确是个两难的问题 随着病毒越来越具传染性 经济面临的困难越来越大 在中间寻求平衡的空间已是越来越小 时间却越来越紧迫 经济已经亮起红灯 而防疫也丝毫不敢松懈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 这就像一个高难度的走钢丝游戏 旁边还放着踢他踢他响的倒计时钟 李克强在会上谈到了时间的紧迫性 而根据新华社的通稿 李克强说 当前正处于全年经济走势的关键节点 必须抢抓时间窗口 努力推动经济重回正常轨道 而彭博社引述不愿具名人士的消息称 李克强在会议上的实际措辞 比官方通稿中更为直白坦率 李克强说 中国经济增长有划出合理区间的风险 倘若如此 中国将付出巨大代价和漫长的时间 才能复苏 因此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必须为正 而中国经济面对的挑战 还远不止防疫一项 当下的俄乌冲突 亚太局势 通胀压力 美联储加息 供应链转移 内忧叠加了外患 前景难言乐观 经济发展本质上是一场关于信心的游戏 如果想要市场主体有信心 继续玩下去 而非退席 离场 管理者需靠态度坦诚 喊话 热切还远远不够 必须抓紧拿出更直接有效的方案 留给中国经济调整的时间已经不多 此外 政治新闻网站郑克在5月26日刊发文章称 中情局的博弈模型预计 李克强势力增大 而由此中美关系柳暗花明 这个博弈模型的结论是拜登政府取消 针对中国产品关税 并着手新一轮的贸易谈判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大力推动变革之后 长期被无视的中国总理李克强成为关键人物 拜登和习近平也不得不展开合作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局势 有望很快得到缓解 而这个博弈模型的创作者来自纽约大学教授 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布鲁斯伯恩诺德 梅斯奎塔 梅斯奎塔的模型着眼于权力关系 认为决策是人们追随自身利益和自我扩张的一场战斗 模型通过评估决策者之间的权力关系来进行预测 该模型着眼于四个特征 一决策者的影响力 二他们在某个问题上的立场 三他们的谈判灵活性 四以及他们对该问题的关注性 该模型的算法计算出数百万种不同的可能交互 并使用博弈论得出最可能的结果 梅斯奎塔的模型更类似于评估瓶中的两只互搏的蝎子 这个形容来自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 几十年前 罗伯特奥本海默将美苏两国比作困于瓶中的两只蝎子 并称彼此可将对方置于死地 但自身也性命难保 以上就是今天华尔街焦点的所有内容 这是华尔街电视频道的新分支 在华尔街焦点中我们关注各种热门话题 包括社会新闻 娱乐爆料爆红人物等等 如果喜欢还请点赞和关注我们的视频和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